原本想更早錄影的,但我睡著了 挺瞎的 我們繼續玩劉備吧 我現在想法是禮拜一的這個系列 我們都把沒完完的關關會比較好 不然拖太久了 也沒有要暫停嘛,就是要拖時間 就是暫停一下而已 好啦,我們上次跟一些人討論後 我們的計劃是 要攻打那個 我們的計劃是要攻打 劉表的永安 可是我比較怕的是我一打就 一打就馬上就喪失了一些主要的東西 真的是麻煩 看冰雲是還好啦,我們需要訓練一下而已 其實說真的,我還覺得 打下襄陽也很 其實說真的,我覺得打下襄陽也是非常重要的 不打下來也沒有辦法,也沒有辦法說我們要繼續玩做什麼重要的事情 呃,我們就先把一些人拉進去吧 荒中進去吧 不然沒有別的想法,我們有別的人可以用 沙摩克也進來 精選就算了 不要啦,就讓他們留在那 嗯,稍微編成一下 雖然沒什麼錢在我們幕吧 嗯,我看一下 黃中 七千五百四十八 我是直接給他們認真那個了 好吧,我們就選一個真北將軍,就讓黃中來當 只能用真兵了 呵呵 至於殺魔科嘛,他才這樣而已 九百四十八 他什麼都不能做 幾乎什麼都不能做 你就讓你當個雅門將好了 我們現在跟孫全應該是非常友好的啦 跟曹操是九十八%敵對 基本上是打起來的嘛 入球了 我沒有想到會發生這種事情 但是這也是好事啦 如果孫全打下來就能確保我們北方是安全的啦 但是也要孫全能贏啦 他也可以幫我消耗一點敵人兵量 不知道會不會成功 他應該邀請我的 但是我們現在基本上也沒結盟 所以說他也沒辦法邀請我 我們現在只是有互送禮物 讓對方的敵對值降到零而已 他沒有送我的禮物 是我送他的禮物 啊 生全敗北 可惜 嗯 太可惜了 不過 曹軍也受到了重擊呀 好啊 這是件好事啊其實 因為我看來看周圍的城市其實都沒有什麼重防 就是襄陽被重防而已 如果我們能攻上去的話他們短時間內也不可能回來 吼吼 突然覺得有點希望囉 但是突然就是我還需要準備一下別的 沙摩克就先不要上戰場好了 他負責幫我們守城 而且訓練一下 黃中也滿了 好 這很重要 下一場仗很重要 我們看一下他會 為什麼 我不能走去襄陽喔 這什麼啊 我們竟然走不過去 好吧 不過 好吧 那這樣代表是不是曹操也打不下江陵 因為他沒辦法下來 很難說 總之我們 我還是有別的辦法 我們可以去打永安 再站上庸 然後再新野 好啦 就這麼做吧 可 真弱 我們還是跟孫全抱持一下我們關係 看他可不可跟我們結盟 真實的 真實的 我們看一下 他應該跟我是零啦 沒有差 我需要開發科技嗎 我沒有錢可以開發科技 基本上我們所在的城市都很弱 很weak 長沙才行啦 但是其他都很弱 基本上都是有跟沒有一樣 好啦好啦 不打永安就不行啦 因為我也沒辦法碰襄陽 我好想不打襄陽喔 江夏也是盟友的不能打 基本上啦 哼 我把他認為是我的盟友 但他們 不一定認為我是他的盟友 上吧 我們從江林出發 我是預期從河邊出現 所以說我們準備一下 好 我們來跟 劉章軍 我們來親屬 借口說有人要攻打你 結果說我們就假扮成曹操軍士兵攻打劉章 上了 永安之戰 希望不會有任何事情發生 又是在 那個觀眾系列出場的那幾位 唉麻煩的就在這啦 因為大家都太慢了 都不是3D專業的 反正這麼高的山誰會肯來找 法陣勒在這裡 張儀 我們這一戰開始沒辦法不可能速戰速決的啦 總之要想點別的辦法 我們現在的位置非常差 這邊有平地 到這邊為止吧 沒辦法改變沒有什麼好改變 關瓶也是他沒得切 我看一下也沒得切 果然我們都沒有山上的人 我們都沒有用山鎮的高手 這是件壞事 我們得趕快迅速下河用河道的方式攻打 真實的這張也很強 不過我們可以讓劉備駐紮在這 因為他可以用那個 扶兵把要過來的人都扶兵掉 我看一下這邊都是沼澤 這邊都沼澤 好吧這應該是個機會 對 移動射擊啊原來 張儀被擊破 好我們走水路 都是沼澤 哼哼 因為這邊是森林啊 劉備的伏兵劑一定有用 這傢伙是誰啊 孟達 這傢伙是誰啊 這邊果然是山蝶 走 這邊有沼澤 哼 這邊都沒平地 都是3D 有點危險 什麼 竟然用火箭 他的訓練度很差 也許我們應該直接主動攻擊才是上側 我的地形一樣差 沒有 但我們測好了 我往北南面走 沒有3D陣 嗯 這不是件好事啊 他就一直這樣讓我著火 他駐紮在城中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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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圍著敵人 打個換地 嗯 劉章也來了 他不會就是那個唯一的援軍吧 喔還有 喔 不要再燃燒了 煩死了 啊 糟糕 哼 哼 我們就算張飛後退 不然他有很大的機率會中那個招 啊 好吧他戰死了 雖然說他是未來重要的一個緣 未來屬漢的一緣 但是 他作為那一緣也沒有多好的戰績 回復 但是搞不好再會混亂一次 法陣 法陣 喔 對 因為著火他退了 來吧跟我單挑 不要 眼眼果然是個老將 我也隨隨便便就受到挑撥 我們追擊吧 反正 沒什麼好損失 呵呵 算了 我們一定要讓 狂中的戰鬥力很高 趕快換 啊 為什麼燒到我身上 呵呵 這火真的有時候能很煩 喔好痛喔 劉備你衝進去 很好 好 終於 呵呵 有可能快速移動的了 他選擇跟魏妍打 他選擇跟魏妍打 差距是比較小 但是 唉 我能忍住魏妍騎開得勝了 勝啊魏妍 你好歹有94的武力 見面就給他擠 對 幹得不錯魏妍你只要保持下去就好 我會在想 對齁要撤退的話 好像是有特定的麻辣批成的撤退 喔 炎炎被擊敗了 幹得好魏妍 你為我們這一戰的勝利定下的基礎啊 喔唷 哇唷 具備浮兵耶 真是很 很棒的 把這個小子也打倒 好我們讓趙雲回復一下了 終於 等一下我們就浮 測試我們伏兵能力 為什麼剛才卡住 伏兵 哈哈 被我埋伏了 哼,我就將任這小子長長舞我們的厲害 果然不要 走真慢 劉武戰應該短時間還不能回復吧 我們就這樣回復了 反正再服兵一次就好啦 唉,真是的 射你見 沒有燃燒真是很可惜 我們還有冠魚了,衝啊冠魚 就來一個,應該...喔還有喔 他們再來也沒辦法來阻止我們的勝利 哇,這射程超遠的 喔,又燒了 我們得趕快前進 燃燒吧,沒有,可惡 反正我們有兩個人給你射 喔,終於 可惡 還換了一個平地陣耶 他在想什麼 幹得好 好 沒有好處 但我沒人攻擊 啊,一直亂倒 換威嚴去守吧 你往前走 沒什麼好效果 可惡 還是對戰會是換混亂就好啦 還是對戰會是換混亂就好啦 整個在用射箭的方式真是麻煩 喉嚨 喉嚨有點卡彈 也是很麻煩 喉嚨 好像不能回擊我們 不然會更麻煩 可惡 放進去 可惡 又下雨 煩死了 還有他會用暈眩 還有要繼續混亂 但是我猜應該是因為沒有人他覺得可以成功 所以就射箭吧 還可以 還可以 我們一起打好啦 餓喔 沒關係 打就對了 你看 可惡機進去吧 看看能不能成功 有 喔 真的損失1800 當然被我們抓了 也攻下城池了 他們只能撤退了 我想就會跟我們在 我們關政系列裡面一樣吧 他可能會白白癡癡的就逃進那個他可憐的小地方去 我現在很缺人才啊 有誰能加入對我們來說都有用 可惜他們應該還是不會加入我們 可惜他們應該還是不會加入我們 江州啊 江夏是我盟友的土地不能取啊 我們看看讓誰回去吧 關鎖 留起這條畫 先射個擔當吧 先射個擔當吧 其實整個入屬過程最難啊 好像只有這個關卡而已 呵呵 等進江州後就會有平坦的地方可以戰鬥了 好 我們現在只做 只是 他三隻腳 畢竟要做到 互相支援 就不需要那個 這段看著下個月發生什麼事了喔 有邪惡的事情也沒辦法 有邪惡的事情也沒辦法 劉備最激勵 還不錯 他選擇先打 下變喔 雖然說不知道為什麼 但他去打了 那就是他的事了 他不是打我們就好了 他打個張 有 出動兩萬而已 他搞不好真的想打我們 但他主力吧 上庸 難得不成留 他在上庸 他是為了防禦我們嗎 他說感覺現在去打的話就等於自投羅網 打上庸 他就會引 翔陽 新爺 的人來打 也來支援他 基本上 並不是件好 並不是個好交易 好吧 雖然拿下來永安俊 但沒有那麼好用 好 怕增太多 我又消耗我們的糧食 我們這次是絕對不能跟曹操結盟的 也不能送他共品 所以說我其實蠻緊張的 每次到他的回合都會緊張得爆 其實我覺得我們應該放棄攻打流章之類的 如果我們放棄攻打流章的話 就可能失去永安 應該說我們繼續攻打流章的話 恐怕就會被 被曹操切斷 這是我不太想見到的 我們也可以進江州後 但是這樣子 怎麼打都不對 所以我們必須北上操操 就是了 這應該是肯定的 我們打永安是只能打一死的 應該說 應該說拿了只能用一死 不是啊 這裡有寒暄 他們 他們根本就沒什麼武力可以用 跟著訓練 跟著訓練 窗包 我是沒打算讓他加入我手臂 他才135 需要點磨練之類的嗎 還有好多問題 副跟曹操軍結盟 我們也拿不了襄揚啊 因為不知道為什麼 只有江夏才能出生到襄揚 好吧 我們覺得 我覺得 我們可以看一下 十支部隊 但是有七支支援的 但是依照我們的位置來看 我們還得過河吧 這是最大的麻煩 我們只要賭 我們只能賭機率說 他會做事讓我們繼續打下去嗎 我很不確定 嗯 無論如何 我們先尋查吧 順便再訓練一次 好 我的米沒有那麼多啊 基本上還是放著吧 這邊農業也比我想像的還要高一點點 它是中等階級的城市 我剛才沒人手背的話 一定會被打 這是很困難的 這是一定會發生的事情 唉 現在居然變成局部圍堅了 而且我們現在還得搜索一下 避免糧食真的吃盡了 拜託我別搜到還是沒用的啊 你現在需要報獎 嗯 好啦 先結束這個月吧 基本上我覺得沒什麼事可以做 沒有糧食 這是最麻煩的件事情 我們的糧食一直在減少 也沒有辦法增加它 整個南市郡的農業都好差啊 有關都還比他們好 那是的 快要再拿去 車子 我不喜歡 我不喜歡 我等一下 我沒有想問 兩隻 用用用 哈哈 終於 招募到一位重要的傢伙 講完 武林發生災害 為什麼 真是的 這樣會少兩個菌的錢 張然病逝 現在還需要多多思考 跟曹操最近節目是不可能的 Impossible 我需要市場 我們現在就弄點錢吧 我做編成一下好了 感覺怪怪的 關鎖兵有點戰力 所以我們就這樣 真麻煩啊 我們人力雖多 但是缺乏了點什麼 少了防災啊 少了防災啊 整盡全力開發囉 好 真是說服力極強啊 只要攔那麼多夥伴 我覺得只有曹操有那麼強大的力量 整個荊州簡直是未被開發的地區 有商業但是沒農業 這是到底是怎麼回事 受災害也會降低開發的成果 我之前都不知道 我現在農業重鎮就是永安了 看來十江零也是蠻重的損失啊 我現在是蠻需要人才的 這個意思是木 我們得穿到四月來五月吧 搜索搜索搜索 我不要錢啊 為什麼會給我錢 糧 在這邊搞不好也能收到糧吧 錢 可惡 我需要糧啊 齁齁 掌握發糧 我們有太多兵力了 媽 我也不知道 應該能收到還好吧 他打向漢中啊 這並不是好事 好吧 好吧他會輸 好吧 他策略了 根本沒怎麼打 果然不打現在上庸就會很不安全 現在劉章對我軍的印象還只有差一點點而已 只有30 還好這還是能改正的 但是他是比較軟的目標啊 這是大的目標 我不想打 吃軟不吃硬 哼哼哼哼 吃到涼了 就一直收收收收收量 哦 466 哼 說來也是沒辦法 啊 我們等一下慢慢經營起這些城市 好吧 我們需要一個瑞士 能進入那個 講萬 我們等一下想辦法生存下去 哦 他攻擊的瘦春啊 瘦春算是蠻少人的 現在的狀況來說 哇 孫全軍勝利了 OK 有意思 看來沒什麼人測 助手 瘦春 但是他肯定會變成我最強的對手 我們就看 基本上都是那個的問題啊 如果他們攻下襄陽的話 吸引我的那個對手就變少 但是他沒有這麼做 他沒有攻下來 嗯 沒辦法啊 我們就 好 歐瑞得弄一下 什麼 喔 終於入秋了 嗯 我覺得我們的糧食沒有成長太多耶 真是的 我們這樣出真的要多少兵力啊 完全不行 嗯 嗯 我們不需要再拿下更多程式才行 不然就是等交易 可是他不給我交易 先訓練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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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商業一直成長 但是農業就是成長不起來 嗯 我們現在沒辦法出於這個兵 所以說我們慢慢來吧 江州的敵人 嗯 嗯 嗯 肯定會跟這家 跟成都的會合 好吧 我們就看我們能出多少兵 把 訓練都給你多好的 嗯 也許我們該把那個油下來 還是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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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要再掃一位 還要再掃一位 我們還可以出真呢 怎麼回事 咦 怎麼會這樣 我們為什麼還可以出發 好吧 竟然出發了 雖然我不知道為什麼我能出發 但是我們竟然都出發了 我們就打吧 真糟糕 嗯 嗯 他的身上吧 真實的 他們很明顯就是想要過來奪我們的陣 換陣一下 不會讓他們得逞的 哇 超遠的 嗯 其實這樣就還好啦 不會算難打 呵呵 可 你又怎麼就成功了 這樣你 我會擠住你的 差點按錯 看來是我們的糧食會稍微少一點嗎 還是花費了很多 誰知道呢 我們就趕快打打看吧 最好打快一點 我覺得這應該是個問題 很好被抓了吧 快來加入我軍 快來加入我軍吧 快來加入我軍吧 你還想燒 你真的好煩喔 你真的好煩喔 那晚上你被燒死在裡面吧 我們抽 哇 他這個選擇很好 其實我覺得不行 我們必須打到那傢伙 沒辦法犧牲一下 張飛 很好 衝上去 我們這樣量比較少 我們就跟他們拼時間了 我們就趕快打出去 為什麼張飛那邊還在燒啊 好 畢竟敵人還會來更多陣 還來更多隊啊 趕快速戰速決 好不錯 來吧 圍剿他 有意思 雖然覺得一直放線很蠢 但是也沒辦法 他們在對陸戰的防禦力 是蠻高的 所以說沒辦法用硬攻的 只能一直射箭 什麼他成功了 我們等一下就這樣撤離一下 應該那邊是水地 所以說沒辦法冒風險 那直接攻擊 還剩多少人啊 我錯 這火又來了 我怎麼覺得 跟上次火燒中原的那個戰 狀況一樣 來了 來了 就這兩個嗎 不會吧 應該還有 對啊 看著車還有 江州這個區域 就這麼容易燒啊 快快快 哇 真是的 還燒嗎 自己也燒了 恢復了 總不可能劉章也能一直成功吧 他滅火 感謝你小哥哥 怎麼跟什麼 好痛 我倒是有別的想法 好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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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蠻正常的啦 因為 君主衛隊會比較強 來跟我打吧 張刃 你會敗給我趙雲的 啊 張刃說我才不會敗給你 這王貓小兒的 你們不要看趙雲頭貼 那是老的 但他其實還很年輕啊 很好 張刃看來就這樣子結束了 鐵修 我們撤撤勒 張刃被打敗 我不太希望他被斬殺呢 天啊 算了 都來不及了 總之這個本來就沒辦法控制了嘛 本來就是 什麼事都有可能發生 也沒辦法說什麼 單挑就是這麼的無情 單挑為什麼會降有情 火終於滅了不少 他應該跑進去 但他沒什麼兵力 其實 為什麼你又成功了 超遠距離射擊 其實我應該放一般劍就好 他被射死了 被射殺了 總覺得他們的訓練度是不是不夠啊 呵呵 煩死了 攻擊攻擊 只能繼續攻擊 這邊都有火 能擋住我們的路了 但是助個量還是去幫忙他一下吧 算了之後這火好像過不得了 然後回復了 但是能不能保持呢 喔 你怎麼一直被亂呢 真是的 算了 現在剩下都去救援他們 不然他們援軍又來 攻擊被釋 好 快 你可以 走 來 我 不走 砍 他真的讓我過不去耶 然後他等下又混亂成功 煩死了 停啊 STOP THIS GODDAMN IT GODDAMN IT 只要走進山區囉 不然呢 諸葛亮也是走不進去 沒人的滅火就是這麼麻煩嗎 劉備還在守南邊 不知道火有沒有滅 滅很多滅很多 吳藝來了 吳藍也來了 李妍也來了 麻煩 沒辦法 我們趕快攻打吧 他們陣型現在不太對耶 又成功了 快快快 沒時間等等等待了 劉備得自己守好城市啊 這是無可奈何的 他又燒 真的煩 他走進山裡面 無疑是想來送死啊 這個烏藍 我看他應該沒什麼距離 埋伏你 Success 跟劉備作對 真是瘋了 快射進去 快打進去 讓他知道我們的厲害 讓他知道我們的厲害 這邊是要動不彈不得啊 繼續打 好好沒有火了 這是一隻劍而已 你覺得我會怕嗎 他不要在混亂好不好 煩死了 埋伏 把烏藍的兵埋伏到沒 算是應該不可能 你敢混亂我的人 我也混亂你的人 看誰比較厲害 好 不過打完這一戰 今天應該結束了 今天這一集應該就結束了 規規級嘛 其實我覺得應該有教學的功 教學的能力 讓有某些陣型的降臨 能教某些陣靈 某其他降臨那個技能 或降或者是陣型之類的 感覺就很酷 就像 信長之夜望天祥祭 那個有點差不多的感覺 雖然說天祥祭裡面教學那個是 就是 教一些兵種的士性之類的而已 但是叫三國 應該可以教陣型 之類的吧 教陣型感覺不錯 不用活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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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今天那麼喜歡射箭 我也陪你們射箭 應該跟他說再見了 我沒有想到會發生這種事情 但是 就是發生這種事情了 嗯 為什麼會發生這種事情呢 放了吧放了吧 未來需要靠你了 因為他們還沒辦法 還沒有決定 心靈主是誰 就只能這樣子 他這邊也住很多將 我討厭那個臉 沒有啦 基本上他沒什麼用 嗯 這家伙也差不多 可惜 咦 但是我們未來算重要的一緣吧 呵呵 不上不下 但是還可以啊 就是因為不上不下 才才可以吧 這傢伙好像很有用 嗯 嗯 他們只能撤退到成都 會換誰當領主呢 換誰繼任呢 哈哈哈哈 會不會是換流巡啊 流巡 好吧 這好像是那個 劉備的兒子 沒錯 應該是要不要不要講錯 劉章兒子沒有錯 嗯 永安這邊交給他們手 希望是還OK啦 看一下 哇 好多兵喔 還不拿來利用一下 可是這樣也是增加我們的負擔其實 好吧沒有增加太多負擔 還不夠耶 我們只能用六元醬 這樣子搭下去嗎 流巡 哈哈哈哈 好吧 嗯 哈哈 只能這樣囉 張包的訓練應該是好的啦 嗯 真的是 講完他的能力都還沒有閒心 唉 希望我們現在的位置安全的也許多嗎 也不知道 江州的農業是還行啊 未來會成為重慶市的地方 他說 為什麼江下的病例損失這麼多 我知道應該是因為跑去那個 看來我們會有一個危機呀 好啦這個月就這樣結束了 那我們今天就先到這邊結束吧 啊 因為 呵呵 出乎一樣的 曹操沒有發現 沒有想攻擊我們的衝動 就算我現在住在這邊 稍微兵力少 而且能力也沒有那麼足 但他選擇不攻擊 嗯 好啦 下一集我們就準備 來把流章給收一收 就可以捲鋪蓋回家 不是我的意思是說就可以 準備進行更偉大的計畫 話說這傢伙我要想想看要怎麼解決 呵呵 好啦那我們今天就見到這邊結束 那我們就下個禮拜一 再繼續這個戰役吧 我們下禮拜見 應該從明天見 還有別的影片嗎 明天見 掰掰